他说坐标平面上,W跟V是互相随止的,而且等长 那我们下列合者正确 那第一个是W一定等于√5,或者是√5,2 这对,为什么?我们知道如果这两个相量互相垂直的话,取内积会等于0 你只要把这两个分量对掉,其中一个取护号,内积起来就会等于0 比如说你把这两个对掉,√5,√2 那这个乘以这个就会等于这个乘以这个 那我其中一个给他加护号,那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乘以这个就会等于0 你护号可以加在这里,可以加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样的相量一定跟他互相垂直 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平面上,跟这个相量互相垂直的,那个方向也只有两个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他长度的话,跟他又一样 你把他对掉以后,然后长度不要变化,取大小就跟他一样 所以就只有这两个解 也就是说,他长度要固定 而且又要跟他互相垂直,但只有两个解 那刚好就是这两个解 所以一是对的 好,再我们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他说 这个V 加上W 与什么呢 与这个V -W 等长 这个也对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相量等长,而且互相垂直 这个 我假设下V 那这个假设下W 再W 加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平仪式变成对角线 现在这个平仪式变形,现在已经变成正方形了 那正方形的话呢 V加W 是正方形对角线 一个对角线 V-W 就另外一个对角线 这两个对角线 相等 而且互相垂直 所以这个是对的 长度是一样的错 好,让我们看第三小题 他说 V 加上W 与什么呢 V-W 他的这个 夹角 可能是 就是这个夹角 这可能会是等于135度 因为V跟W是垂直 V加W一定是这个方向 跟W 夹的话一定是夹45度 不会是135度 所以这是错的 好 这样看呢 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的话呢 是说 如果U 等于AV 加V 对不对 其中AV 为实数 那么他说 U的长度 这个会等于A平方加上B平方 不对 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等于 等于多少呢 等于是 就是A 那这两个互相垂直 那互相垂直 而且长度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这个长度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 所以应该是 V的大小 这个东西长度可以抽出来 然后这两个方向互相垂直 A的平方加V的平方 答案应该是这个 那V的大小多少 V的大小是 4加5开根号 这等于3 所以应该是三倍的 A平方加V平方才对 不是这个 应该还要再称个三倍 所以呢 这个 第四个选项也是错的 再看呢 第五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是说 E0 如果是CV 加上DW 好 那CD为实数 C它会大零 对不对 那我两边 给它什么 DOT的V 这给它DOT的V 这个DOT的V是多少 2 这个DOT的V就是多少 就这个DOT的这个 自己DOT的自己 4加5 4加5 4加5就是9C 所以C是等于9分之2 那VDOT的LU是等于0 就两边DOT的V VDOT的V是等于0 VDOT的V是等于0 VDOT的V是等于9 所以2是等于9C 所以C4 9分之2 是大零没有错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对的 所以答案应该选 1、2跟2 2 2 3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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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